相信大家身边都有一些为人父母的朋友 喜欢把自己的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 像小公主一样 然后头发方面会给她戴上可爱的发饰 但是这里要提醒各位 这些看起来精美非常可爱的这些发饰 也存在某个程度的风险 一个不小心是会伤害到孩子的 话说在中国深圳 有一名戴着可爱发夹的小女孩 就在跟哥哥打闹期间不小心跌倒摔倒 摔倒头部就受伤 然后当场流血不止 那根据报道 这名小女孩因为没有照顾好身边的弟弟 让他在人群中走丢了 因此女孩就遭到了哥哥的责怪 还大力的把女孩推倒在地上 没想到的是小女孩摔倒后撞到了头部 而头上的这个发饰呢 瞬间变成了伤害她的武器 磕伤了小女孩 而小女孩身上的白衣都被鲜血给染红了 不过幸好医务人员在接到急救电话后 迅速赶到现场为小女孩进行治疗 最后走失的弟弟也找到了 那刚刚的情景呢 被路人拍下了视频 然后就放到网上 然后很快引起网民的热烈讨论 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夹在儿童头上的发饰 它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有网民呢就提醒家长不要给孩子佩戴这种很坚硬的发饰 虽然看起来是无害的又可爱 可是当你发生意外的时候呢 这看起来无害的东西就随时会伤害到孩子 变成伤害孩子的凶器 那其实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的事故了 根据中国媒体的整理报道 之前呢有一名少女在厕所滑倒 导致头上戴着的鲨鱼夹划破了自己的头皮 经过送医治疗后在头上缝了三针 还有一名女子呢因为发生车祸 头上的鲨鱼夹的尖刺直接插入了她的后脑头皮 就连医生都没办法取出来 只好请消防员用工具来帮忙取下这一些尖刺 相当的危险 还有消防员就表示 有位国外的网红发生车祸的时候 头上也是带着鲨鱼夹 那在汽车的安全性能弹出来的时候 鲨鱼夹就卡在了头部和座椅之间 让她的头没有办法完全后仰 最后还导致背部有三处的骨折 对于经常使用鲨鱼夹的观众朋友来说 你看了这次新闻是不是在犹豫呢 到底以后还能不能带这个鲨鱼发誓呢 鲨鱼夹发誓呢 对此呢消防人员就给出一些建议 如何安全地使用这个鲨鱼夹 首先他们说尽量不要选金属材质的鲨鱼夹 第二当你在开车 在运动的时候不要带鲨鱼夹 第三在厕所或者一些比较容易滑倒的场所 也不建议带这个鲨鱼夹 说到底呢 这个发誓引发的意外和佩戴的方式 使用的场合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不只是鲨鱼夹 那些尖锐的小颗粒或者孔洞等等 相关设计的发誓呢 我们都要小心 不只是为了美观 而忽视这个潜在的风险 是EOC C't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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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